英國男子哈克特到法國香檳省 藍水湖釣魚的時候 意外釣到一條重達30公斤的巨無霸鯨魚 有望打破金氏世界紀錄 這隻綽號胡蘿蔔的鯨魚全身呈現鮮豔的橘色 哈克特花了近25分鐘才釣起來 讓牠相當興奮 在與胡蘿蔔合照後 哈克特便把胡蘿蔔放回湖裡 事實上胡蘿蔔不是真正的鯨魚 而是吳林裡與金裡的混種 據說已經20歲 藍水湖在15年前為了吸引釣客 將牠放到湖裡 沒想到會長到這麼大隻 2019年美國男子傅蓋特 釣到一條17公斤重的鯨魚 創下金氏世界紀錄 若胡蘿蔔被認定為鯨魚 哈克特有望改寫紀錄